好 大家看是不是能看到PPT是不是能听到我的声音 看一下一切是不是正常 好 没问题 来 我们还是快速回顾一下昨天的内容 看看昨天大家看的怎么样 第一组词 这组词都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开始开端有关 第一个词叫做embryo embryo它来自于谁 Bowen这个词 知道一下 中间部分BR影射的是Bowen 跟出生有关 叫胚胎初期embryo 形容词是embryonic 加上一个什么NIC 要变形容词了 Inception在里面刚刚露头的 在里面刚刚有capcapcap是一样的 叫做开始开端 开始开端 Outset表示的意思也是开始 等于set out 或者onset表示的意思不好事情的 不太受欢迎事情的一个开始 threshold入口门槛 好 第二个词都是跟大有关 第一个叫做gargantuan 表示的意思叫做巨大庞大 体积的庞大 想想giant 第二个词叫colossal 叫共同的损失是巨大的 colossal ship 一艘巨轮 hefty是heavy 大而且重的 have 看脑子里想heavy tremendous 体积的大 速度的大 惊人的都行 emence 无法测量的大 极大的 enormous 表示的意思叫做标准之外 叫做标准之外 也叫做数字的体积的庞大 数字体庞大 sizeable 相当大数量客观 好 这边下一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contraven 违反 来到你的反面 vent这个词跟咱们在昨天给大家说了 表示come 来有关吗 来到你的对立面 来到你的反面 这叫做违反违背 违反违背 infringe和impinge 两个你放到一块 因为他们后面都记on 所以放到一块去记 那表示第一个 表示违反侵犯某人的权利 infringe on on your rights 侵犯了你们的权利 第二个叫impinge 也是表示妨害 或者我们叫做侵犯都行 或者翻译成叫做 对谁产生不利的影响 他跟那个impact impinge 他跟那个impact 他俩是一家 下一个词叫做infract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 违反侵犯的意思 违反侵犯的意思 violet的违反 chessgrass grass是跟走有关 走过去叫做愉悦 愉悦道德的界限 想一想 越界了 违反道德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叫做flicker 灯火的这种闪烁 灯光的闪烁 摇曳 flare 大火的 有光的这种燃烧 incinerate 是cinder 对不对 想想 那个煤灰 那个单词 叫做焚化焚烧 焚化焚烧 cremate 表示的意思叫做 火葬或火化 火葬火化 cremate 好 看下边 下一个词叫blister 起水泡 还有一个词 chr还是烧焦 烧焦 这边第一个 fickle 表示的意思叫 变化无常 就是人的性格 友谊 这种叫做 一变 很浮躁的 fickle 来自于fall 敌人 这个词的一个特点 下一个单词 叫做mercurial mercurial 表示叫做 灵活 多变 灵活 一变 它来自于水星 那个词 是不是 叫做mercury 水银的特点 一变 一变 复习呢 下一个词 叫做vacillate 和waver 这俩是一对 来自于摇摆 wave 挥舞 摇摆不定 一个人举气不定 摇摆 一变 下一个词volatile 表示液体一挥发的 一挥发的volatile 好 这边第一个跟粗糙相关的词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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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糙的课程 通过课程去记 bristle 就是这种是毛发 短而且硬的 那种长满钢毛的 就是很粗糙 摸摸 就男同学 早上没挖糊 摸摸自己下巴 是吧 这叫做bristly bristly gritty 就是有沙粒的 里边有沙子的 或者要有勇气的 harsh 刺耳的 或者也叫粗糙 还是来自hard 我hard去记一记 很硬的 里边有lumpy 就是有块状的 这种很粗糙 比如说一个是奶粉结块了 或者是什么调料汁 里边都结块了 这个叫做lumpy scratchy 是真植物 很扎人 也是很粗糙 这衣服做的特别粗 扎脖的 这个叫做scratchy collective joined shared 这三个一甲 叫做共同的 共同的 这边comment comment 名词动词都行 后面要注意 这两个字后面都接词 对什么什么评论 comment on commentate on 实时评论 评论报道 这里边这个单词 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影射的哪个词 影射的是mind 这个单词 就是我们一起去说 这个人的想法 叫做评论 把这个事情的想法 大家一起都给说出来 下一个单词 叫做interpose interpose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打断 或者叫做提出 反对一边干预它 就把这个想法 突然塞到中间来 这个pose 这个词文还是放 放的意思 好 这边第一个 压到一起 打包打到一起 表示的意思叫做 紧密的紧凑的 叫做compact dense condense 浓密 稠密 这叫做凝结压缩 凝结压缩 compress 体积的压缩 液体的压缩 下面一个 要condense compress 东西压紧压缩 这边最后 叫做compensate 弥补补偿 用钱去弥补 不伤害 叫保障 补偿保障 damage 跟它同源 可能回忆起来 来自于谁 offset offset somebody by doing something 通过做某事情 而补偿某人 补偿抵消 recompense 再一次补偿 remuneration remuni remuni money 给你钱 叫做报酬工资 emolument emolument还是指薪水 就是我们所说的 salary salary 这个里边 它相对来说 还是在我们中级考试 当中比较常见的 像托夫亚斯 六级 考研 这个词也都收进来了 扬进行 off叫没有 set 叫做设立 设立一个抵消的力量 就这事来咱俩底了 两步枪嵌 就补偿抵消了 就这意思 offset 最后一组词 跟复杂有关 convoluted 卷到一起 复杂的 精密复杂的 进入三角关系 错综复杂 有问题 有疑问的 老于事故 仪器的精密复杂 sophisticated comprehend的理解 fathom fathom 叫understand 就是说了 是一个海洋深度的单位 英询 twig表示理解 grasp还是抓住理解 昨天的怎么样 现在看一眼 昨天的如何 昨天的行吗 还 还成 有一些词 我们说了吗 有一些 有一些区别 然后给你说了 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牛津 同一词典 这本书当中 因为你看到这个confine 它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同一词 然后 它可能没有给你写详细的区别 有一些特殊区别的 我在课上都给大家说了 没说的 因为做一个改写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继续往下来看 看咱们今天第三节课 第一组词 confine 老师说这书上在哪 就在这个红皮书 你就找c 跟茶字典一样 黑体字就是书上这个词 下面这几个就是后面补充的一些词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给大家说一下 或者咱们以前没有讲过的 好 第一个词 confine这个单词 为什么我们叫做限制 简单一点 其实我们所说的叫做 在之前背过这个词 还记得吗 叫detain maintain 这个词叫什么意思 学能想起来 比如说I was detained to the police station I was detained detain this detention center 这也给大家讲过 它叫什么 核心课讲过的 叫做它的maintain 这样的一个是保留 这叫做把你放学后留下来 叫扣留 想起来了吗 所以你看到一个监禁的意思 禁闭监禁 把你给扣下来 跟它作为一个惊议 或者我们叫做限制都行 留下来 那这为什么我们叫做限制 看一看限制 实际上它这个词跟谁同源 要通过词根解释它的话 它其实跟我们之前学过一个词 叫做有限的 无限的 这个词带已经有背过吗 高中的时候 四级的时候 叫做infinite 因非尼迪 见过这个词吗 见过吧 这个fin这个词根 其实它本身就是表示界线的意思 界线 它本身就是这样的 咱们学过finish 到一个界线了 代表一个东西结束了 所以你看这个词根界线有关 就是划定界线 还中间给你确定界线 这个叫做限制 一起给你限定界线 这是通过词根的一个词结 它叫finish 这个事情给你做了一个结束 终结了 划定一个界线 完 这是界了 这叫做限制术 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第二个技法还可以通过罚款去集 有的同学酒驾是吧 一起把你给罚起来 大家把你给罚 怎么罚你 通过罚款 罚款又拘留 罚款又拘留 酒驾的同学 看一看 不提倡这种情况了 是吧 通过罚款去集也行 罚款限制 通过罚款去限制 第二个词叫做coup up coup up这是一个动词短语 这是现在专八的词汇书当中 把它给收进来了 它一般多强调什么概念 它一般多强调的是 监禁在小的空间 关在很小的空间内 它跟谁是放到一起 跟cage 他们之间的同学关系 c单音节词汇表示一个包含 包围的概念 它表示一个包含包围的概念 就把你给拘禁起来 但是一般有指 关在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 比如说coup somebody up 就在coup somebody up 这叫做什么 叫做关闭 把这个关起来 比如说coup myself up in my home 那你把把自己关在家里 好几天不出门 是情感受挫 好几天不出门 把自己给关闭起来 叫coup somebody up 好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通过cage 下一个词叫做cramp cramp表示的意思也叫做阻止 或者叫做阻碍的意思 我在之前其实核心科有机讨 给大家讲过 叫做cramp 表示的意思叫做狭窄 狭小的空间的狭小 说过呢 之前咱们讲宽敞的时候 当时说了他的反义词 叫做狭小 很狭窄的 就张不开 伸不开手 张不开腿 这种感觉 伸不开腿 张不开 张不开手的感觉 这个是跟那谁是同根的 跟那个塞在一起 塞满那个词 cramp 叫做仓促用功 死机硬背 仓促用功 死机硬背 第二个呢 还有什么意思 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塞在什么什么里面 对不对 要知道一下 是跟cramp 这个词是同源的 把它都给塞在一起 所以你想想 把它给挤到一块了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衍生出一个副词 填鸭式的嘛 对吧 叫做阻碍发展阻止 阻碍的意思 作为动词来讲 也有这个意思 最后一个字叫做constrained constrained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限制 或者是约束 它跟谁意思一样 跟restrain restrain 咱们在以前 四六几百当中见过吗 和万字万的之前 咱们有没有提过 这俩放到一块 constrained和restrain 都是表示限制约束 所以咱们这里面 又补充了几个 跟限制相关的词 是咱们在核心阶段 没有提到的 第一个 就是书上这个词 通过罚款 又罚款又监禁 罚款监禁 这俩穿到一块 罚款监禁confine 也是当年我们初中学的 好的那个意思 第二 coup somebody up 脑子里想是想cage 把你关到笼子里 又是关闭在小的空间内 一般叫coup up 禁闭 下一个词叫做cramp 叫做阻止发展阻碍 来自于塞满这个词 把都给塞在里面 堵进去 这叫做阻止阻碍 还有一叫做constrained 它很restrain 也是一样 好 第二组词 下一组 第二组词来第一个 叫做credible 这个能理解吗 可靠的 对不对 可靠的 看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单词 它是来自于谁 cred cred这个词根 constrained迫使的意思 对强迫迫使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跟相信有关 这个词根 这个词根跟相信有关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最常说的一个词 叫做incredible 这个是不是比较常说 不可能 对吧 不可 抱歉 抱歉 叫难以置信的 对不对 对吧 不能相信 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 叫做incredible unbelievable 我们万词班 大家最经典 记得印象最深的 就是哪个词 还记得它吧 这叫什么来的 gallible 和credulous 这两个还记得吧 它俩是同一词吧 叫gallible 和credulous 叫什么意思来的 这两词叫 叫啥来的 轻信 容易上当 他记得吗 轻信 轻信的 容易上当的 轻信的 容易上当的 注意一下这个 这表达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词根跟相信有关 咱们昨天之前讲的 这个信呢 也是跟相信有关 这叫轻信 这俩不太一样 这是这事可信 这形容一个人 很轻信 容易上当的 这种轻信 所以这俩有点区别 credible 这个咱们讲的 它是跟谁是一组 跟鼓掌 那个词 applaus able是能吗 能让你鼓掌的 听完这个事 大家鼓鼓掌 叫做believable 可信 貌似真实的 貌似可信的 通过鼓掌去记 大家不要过度推理 不要翻译成 貌似真实 实际不真实 没有后边那半句意思 你看那个英文字典 看那个词典上的英文解释 就是believable 就是这个意思 当年GRE考试当中 考的也是 他俩就是同一词 believable plausible applaus 能让你鼓掌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tenable tenable表示的意思 叫做站得住脚的 合理的 这个咱们在之前 当这个核心词给大家 好像也讲过 它是来自于谁 它是来自于ten 这个词根 是跟保持有关 就是maintain这个词根 ten和ten是同根的 就是能保持得住 它这个观点 能立得住 你这说法 能保持得住 这个叫做tenable 叫做tenable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trustworthy 值得信赖 还跟相信有关 值得相信 好 来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词 叫做credible 可信 能让你鼓掌 是吧 貌似真实 貌似有理的 tenable 能保持得住 还是站得住脚合理的 trustworthy 值得信赖 值得信赖的 好了 来看一下第一组词 confine 罚款限制 限通罚款去记 coupard 脑子里想谁 c是一个包围 要把你包在里面 cage 叫做禁闭把这关起来 关起来 下一个cramp阻止 string 叫做迫使 或者也叫做约束限制 的意思 restrain 你可以放到一块 迫使 约束限制 限制 记住 那都是负向词 你限制一个东西 那肯定是一个负向概念的词 好 看第三组词 看第三组词 来第一个 叫做cunning cunning 把这四个写一下 cunning 狡猾的crupty chicanery chicanery 下一个词叫做artiful artiful 这几个词都表示什么意思 叫做狡猾狡诈 叫做狡猾的 狡诈的 狡猾的 狡诈的 还给这个词写一下 好 咱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cunning 这个形容人狡猾 我们比狡猾 还有比较简单的说法 就是foxy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这两个词能理解吗 为什么他foxy表示狡猾 他其实映射的是谁 他映射的是 是不是狐狸 对不对 咱们说这人 这人老狐狸 你到职场 像我在职场这么多年 这十几年 你也看过 什么样人是真狐狸 真狐狸 就是他狡猾 你看不出来 不到最后一刻 你看不出来 还有是假狐狸 假狐狸 就是他在那刷心眼 在那扯这套东西 你看到一清二楚 自以为很聪明 是不是 foxy 像老狐狸一样 老狐狸一样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slide slide这个也是sl嘛 跟华有关 对不对 这里边大家再看一下sl有关 叫做什么 也是跟华有关 好 那我们来看旁边这几个词 看旁边这几个词 第一个 culling culling这个单词 他通过谁去记 就通过跑去记 running 遇到事就跑 咱们说这人 叫做狡猾的 叫做狡猾 遇事就跑 这人特狡猾 脚底下 你生活当中 我现在在 现在在我们公司 也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会发现 两人就说挺好的 怎么怎么去 要去说 到事的时候 他跑了 对吧 实名举报 对吧 奥克斯空调 完了跟海尔都约好了 最后发现 海尔 其他的跑了 最后就剩一个格力 你看董明珠说了吧 遇事就跑 遇事就跑 但这个我觉得 生活当中 大家也可以理解吧 我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人 但是 这都没有办法 对吧 没有办法 就是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 这就是没有找到 这个很好的 这个 那个什么 Crafty 你看一下 董明珠也没有办法 也挺无奈 就能说 Crafty表示 也是叫做狡猾狡诈 这个单词 他这里面影射的 谁影射的Craft Craft等等 您大家学过的意思 叫什么叫做手艺 对吧 手工艺 手艺 最近想想 你看CR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把CR和SCR开头的很多词 多是来自于手上的动作 在前面核心课 大家回忆一下 说过吗 可能多是来自于手上发出的动作 单音节词汇 所以一个人 记住我的解叫做耍手腕 叫做Crafty Crafty 一个人耍手腕 你这样想一想 耍手腕 这叫做什么 叫做狡猾狡诈 狡猾狡诈的意思 狡猾狡诈 遇到事就跑的 耍手腕的 She catered 这个词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他跟我们昨天学的一些词 还记得昨天咱们讲了一个词 不叫做imposture 给老师一个反馈 我说 把真实的东西放在心里 放在里面的 大家还记得吗 叫做欺诈冒名顶替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叫做欺诈imposter 欺诈冒名顶替 回忆回忆那个单词 像这种词 都是比较偏高级一点的词 我就形容人的品行品格的 形容人品行品格的 She canary这个单词 它来自于谁 这个词注意它的读音 读 She canary She canary 它其实前面英文影视就是谁 Chick 看到了吗 She canary A-R-E-R-Y 这是后缀 对吧 对不对 不是chicken 你想成鸡也行 它实际上来自于chick chickenery chickenery 你把chick写下面 chick本身就有什么意思 它表示意义到什么来着 你通过鸡也行 就鸡贼 不诚实的行为 欺骗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你看一看 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不能忍受朋友对你的 是欺骗的 还是这种什么其他的对不对 背叛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是吧 你通过谁记都行 是吧 chickenery chick 好 最后一个词叫做artful artful前面是art 艺术这个词 加一个ful 这也叫做巧妙巧华 其实这个词它本身有一个意思 你看表示很巧妙 设计上很巧妙的 形容人就是巧华 充满了艺术感吗 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说 哇 这东西太有艺术感了 对吧 就是设计的很巧妙 第二个形容人 引申为巧华 充满了艺术感的东西 巧妙 巧华的 chicanery 通过鸡去界形 chicken 叫做鸡贼鸡贼 crafty耍手腕 一顺就跑 还有刚刚说的 比较常考的 口语当中常说的slide 这肯定是最常说的 slide和foxy 老狐狸 老狐狸 你记住我同学们 要记住一点 当你们走向工作榜位的时候 什么才能使你们不惧怕 对吧 这个职场上的尔虞我诈 职场上的这种不公平 就一定要强大自己的力量 就你自己只要牛 老板一定不敢说你 你永远记住我说的话 只要你自己牛 只要你自己牛 老板是不敢说你的 因为他指的你赚钱 记住了吗 就只有你增加实力 你没有实力在哪都会让人瞧不起 永远记住一点 你没有实力 没有人会看得起你 你永远记住一点 你不用说什么 我找找人 偷偷关系 怎么怎么样 那都是一时的 那都是 你要有实力 其实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你们就加油吧 未来两三年 你们可能就走向职场了 很多人都已经大三大四了 是吧 这个时候就是说 这东西就你 你会别人做不了 其实就是这样 对吧 像陆琪一样 对 你看 来 第一个 这一组词都是跟切割有关的词 切割有关的词 就是你看在网易也是一样 你就会发现清华毕业的人 他就是高人一等 他说话 领导就是采纳 这一样 对吧 那就是牛 关键是 对不对 那有说服力 你其实就是这样 来 写下来这一组词 叫做 cut great engrave engrave mince 当报名的同学 看PPT 同一替换的部分 看PPT 在这个红本书里 如果没有拿到讲义 就看PPT就行 mince lacerate pare prue chisel 看PPT就可以 写完之后打一下 这些词主要还是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积累 他们其实不太一样 但他们都围绕着什么 cut这个意思所展开的 看一看 红边书地解 看字母顺序 cut在哪 翻字典 c的最后 就可以了 不用看书 不用看书 好了 我们先从好记的词先开始看一下 先从好记的词开始看 先看这个单词 叫做lacerate lacerate lacerate表示叫做 划破或者叫做割裂 划破或者是叫做割裂 把肉给划开 这个大家通过谁去记 通过他去记 就是laser laser他读音能读出来不 看看他什么意思很多 laser 用什么东西给割裂 laser什么东西 能听出来这个词吗 是一个音译过来的词 激光 好 看第二个单词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means这个单词 means这个单词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切碎 东西给剁碎 咱们家里卖肉的同学看剁肉馅 羊肉馅 牛肉馅 猪肉馅 他为什么叫做切碎 他都是跟切割有关 这强度是切碎 他这个词影射的谁 影射的就是有一个单词叫做minute 他属于一个熟词PE 熟词PE 咱们初生老师讲叫minute 对不对 初生老师讲的是这意思吧 叫做minute 但这里面的看老师读成minute表示的意思叫做细微的 当然这个琐碎细微 他其实影射的还是谁 他还是影射的是mini 影射的是mini这个单词 影射的是mini 小 所以都变成小块了 叫做means 我昨天带着大家是在我们班说了一个词 我叫做 不是对不起 记错了 昨天是转八了 means 这放到一块 跟小有关 minute 注意这个词的读音 他表示细微的 详细的细微的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minute details 就是一些非常琐碎的细节 他是跟mini同源的 好 这俩是比较好记的 先记下来 再看他这个单词 读着他 这个单词叫什么 叫做pare pare表示的意思叫做 把皮给削下来 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削皮 叫做削皮去皮 比如说pare the right 把皮剥掉 对不对 pare the apple pare the apple 他跟那一双一对确实有点像 第一个技法 就还是咱们先说 通过正常的同源词去记 它是跟哪个词同源 是跟皮那个单词 大家有学过吧 pare peel 它其实跟它是同源的 但如果你觉得通过这个长相差的有点远 还有一个联想的技法 还有一个联想的技法 就通过谁呢 通过离去记 离怎么说来的 离书叫做pare pare pair 这俩词 你可以放到一块去记 给离一削皮 给离一削皮 pare pair 通过pare去记 这是这三个 希望大家能够当堂记住的 立刻记住 minse minse 读一读 mini 小 切碎 雷射 激光 割裂 割破 把肉给划开 划了一个口子 lacerate pare pare the apple 剥皮 削皮 有这样的意思 好了 接下来再看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chisel chisel这个单词 咱们看有没有学什么雕刻的 他一般强调的用这个杂子 这个杂子什么的 杂或者是刻 杂子什么 什么一个刻东西 我们叫做chisel 名词也行 名词就是凿子 你看那些能工巧匠 是吧 在什么石头上 凿出一些东西 看上来吧 这个叫做chisel 注意它都不太一样 这几个雕刻的词都不太一样 在一些雕刻书 一些什么龙 凤 是这样的一个词 他这个词跟谁同源呢 看一下前半部分 我写出来就明白了 chisel chisel 他前半部分还是来自于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词根 c跟ch是一样的 看出来吗 这个cs这个词根本身就跟什么有关 就是跟cut 它就是跟cut有关 咱们学过最简单的词 剪刀 听过吧 就是跟切割有关 caesars 咱们也讲过切入切除 还是跟切割有关 还是跟切割有一些关系 大家看一下这几个切都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可能在牛津同义词典 这个书上可能看不出来 所以这为什么老师都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词 就是还是帮助同学们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区别 好看这个单词 这个叫做great great这个单词的意思有点偏差 但他在这个书上也给出来了 他表示什么意思 他表示这叫做磨碎或者是压碎的意思 把什么东西给碾磨 磨碎 叫做磨碎 你看看他的英文解释 他的英文解释叫做什么 叫做to rub food against a greater in order to cut it into small pieces 他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东北话叫什么 叫把这东西给插成丝 懂得解吧 就是切成cut it into small pieces 他有这样的一种感 如果后面接食物的话 咱们什么切土豆丝 对不对 slice 那是切成什么样片 对不对 cut it into small pieces 他一般油脂墙 但是把一东西给碾磨成碎片 碾磨成碎丝 有这个小一些小块 这个叫做great 这个叫做great 这个了解一下 他你可以通过谁去记 你可以通过grind 你可以通过这个词 grind本身也表示什么意思 这大家以前有见过吗 grind本身也叫做磨碎 或者是磨块磨成块都行 磨碎 叫做磨碎 它不是切碎了 磨碎 比如说把什么咖啡豆 给磨成粉 这个叫做grind coffee grind corn 用它都行 可以用grind的单词 把东西磨碎 磨豆浆 磨咖啡 磨玉米 磨面粉 磨粉的磨 一般用grind的单词 一般用的比较多 但是这俩是同源的 就原因变了一下 i和a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它写在它的旁边 叫做grind grind something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12345这五个说完了 来自于切回顾一遍 短暂回顾 离削皮 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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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皮削皮离 把离削皮 雷射 割裂 滑破 mince 是来自mini 切碎 剁成肉馅 剁成馅 这个叫做mince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engrave engrave这个单词 表示的意思叫做雕刻 或者叫做使铭记都行 雕刻 这种 卷刻都行 比如说你杯子上 刻上了它的名字 你可以用它 说 the cup was engraved with his name the cup was engraved his name 用它就行 一般强调的是一种 在上面雕上一些图案 或文字 给人一种 这样的一种纪念意义的 这种雕刻 我们叫做engrave 刻字 刻图案 刻一些记号都行 刻字 刻图案 刻一些记号都行 这里边 en在此处 其实表示的是一个加强 对不对 它表示的是一个加强 后半部分 grave 我们在以前学 它表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叫做坟墓 这个意思 大家以前有印象吗 是不是叫做坟墓的意思 你就想想 刻在墓碑上 就这个地方 刻在墓碑上 叫做坟墓 在坟墓 墓碑上刻字 我都说了 咱们百年之后 把没背完的单词 都刻在你的墓碑上 石碑上 咱们到另一个世界 继续背 great grind 磨碎 注意要磨咖啡 磨东西 用grind grate 也是把东西磨碎压 那engrave 在坟墓上刻字 坟墓上刻字 切碎 很小 雷射激光 割裂割破 配尔削皮 chisel 用棗子 或者是什么棗子 那种刻刀 去刻东西 这个叫做chisel 最后一个单词 这词表示的意料 叫做修剪树枝 我们在以前学过一个修剪 叫什么 叫做train 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以前学过train trim 修剪树木 修剪树木 那prune也表示这个意思 也有表示修剪或者是减去 咱们如果学什么原意的就知道一下 叫做prune 好了 那这里边作为动词一样 比如说prune trees都行 跟train trees一样 prune apple trees 去修剪苹果树 剪树 这就是把跟切刻相关的一些动作 像这些动作 其实它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考点 就是生活阅读的时候 做一些集里面 提到相关话题的时候 可能知道一下 提到一些在什么上面刻上字 刻上有没有同学 把你的你和你女朋友的名字刻在一起 这种刻就叫它 剁肉馅就是它 对不对 像划开肉划破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口子把肉和皮给划开 就是它 对不对 那这就是东西削皮 就是修剪 还有表示精简 裁剪就行 最后一个就是在石头上 这种用磕刀去磕 好 前面这五个来一遍 看了一遇 遇到事就跑 狡猾 耍手腕狡猾的 chicaner chicken 鸡贼鸡贼 欺骗 不诚实的行为 chicaner chickenery artful 像艺术一样 第一个叫巧妙 第二个形容人狡猾 巧妙狡猾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这次来 第一个damage 这些词都是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损害 伤害有关 伤害损害的词 其实我们在之前也说过不少 比如第一个词 第一个词 咱们在核心部分讲过 这肯定是考研班 肯定是讲过 考研里面的词 六级班也都讲过 叫做impare 多数写下来 多数写下来 第一个叫做impare 第二个buckle 下一个单词 叫做mutilate 最后一个词叫做havoc havoc这个词 以前英语二考的 英语二考的 就问你这词啥意思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 讲到婚姻 英语二有没有 10年的 年头有点久了 10年前了 第一次改革 那时候英语 英语二刚分开的时候 就考了这个词 havoc mutilate buckle impare 写下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词 impare impare这个单词 它通过repair 去对照去记就行了 一个是修理 这是损害 修理不好 没有东西 能够看它成双成对了 impare 和repair 陆奇打这两个词 咱们前面 是不是也都讲过 第二个词叫做buckle buckle表示的意思 叫做扣紧安全带 这个在砖八前两天 咱们刚刚讲了 叫做buckle 读一读 那第二层含义 也表示什么 表示的意思叫做 把一个东西给怎么样 压弯 叫做是变形变弯曲 因为为什么 它这个词是跟弯曲有关的 因为它这个皮带扣 本身就是一个带钩的一个东西 你透过它讲一讲 本身就是表示一个带钩的东西 所以它可以表示什么样的一种破坏了 给弄毁了 弄垮了 叫压垮压弯 它一般讲到这个意思 一个是直的一根铁字 你把它掰弯了之后 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扣 扣起来的 这个位置叫做弯曲压弯 压弯压弯曲是变形都行 比如说我造一个句子 你可以听一下 比如说 the steel frames began to buckle under the strain the steel frames 什么叫钢架 steel frame 就框架 steel frames began to buckle under the strain 在重压下 压力下 开始变形了 有的朋友 你看经常也是 比如你一屁股做到什么上面 把这东西给做别了 和做瓢了 这就叫做buckle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损害的概念 就要知道 它想到说压弯压垮 好 下一个单词叫mutilate 这有学过新概念三册吗 我觉得当年我学过新三的时候 他还说了叫做残超鉴别组 叫mutilated ladies 有没有见过那篇文章 就是说 那一个什么残超 放到洗衣机里 还是放到微博炉里 然后钱没了 然后到英国哪个组织机构 然后他把缘分不动的钱又还给你了 用的就是这个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mutilate 叫mutilate mutilate这个单词 为什么也叫做是毁坏 或者是残缺不全 这个mute这个词根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它作为词根来讲 本身表示改变的意思 叫做change 要注意一下 它本身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改变相关 改变相关 所以想为什么叫做损坏 这东西已经变了 变形了 变成什么样的呢 看来一下它的一个造词 mute加一个ill 已经变得像病态一样的东西了 这通过它去拆盘去记一下 变得像病态一样的东西 这个叫做毁坏 或者我们叫做使残缺不全 毁坏 使残缺不全 都可以 毁坏 残缺不全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 下一个词叫做havoc havoc表示的意思就是指大破坏 或者我们叫做浩劫 havoc 你可以通过hav去记 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disaster 大的这种破坏 浩劫 下面这几个是咱们之前没有讲过的 在核心课 希望大家给它补充上 第一个buckle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系安全带 buckle 用的是这个词 buckle up 在飞机上注意一下 空姐会说这个词 系好安全带 把扣子扣紧 buckle up 第二个叫做什么 叫做压弯变形 压弯变形 叫做buckle 第二个叫做mutilate mute这个词跟 之前给大家提到过 是跟改变有关 咱们之前说的是叫做基因变异 你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叫mutate 忘记的东西 咱们可以回忆一下 核心部分咱们讲过 就变成一种坏的样子 所以也是毁坏了 叫做mutilate 做一个havoc 叫做浩劫 后来我们叫做大的破坏 浩劫大的破坏都行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这单词来读一下 叫做dodo 我忽然想起来 昨天我们贝归的一个词 叫做什么来的 叫做dwindle 这词大家还记得不 这个还记得吗 叫做什么来的 叫做逐渐减少 叫做逐渐减少 逐渐减弱 看一下它 叫做逐渐减少 逐渐减弱 这里边这几个单词 它都跟什么有关的 都是跟我们所说的叫磨蹭 虚度光阴 咱们在以前学个比较简单的 是这个词 在四六集里看有见过他吗 叫做idle 不是偶像 偶像这么写的 偶像是这么写的 idle 这俩别混了 下边是偶像 上面也是 虚度光阴的感觉 好的 看看这几个单词 第一个dodo 第二个deli 第三个叫做tary 下一个 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词 叫procrastination procrastination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deli deli 这俩一样的 这俩是一样的 他们这几个词都含有表示一种 磨蹭 很拖延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第四个单词 就是我们最常说的那个词 叫什么 叫拖延症 看有多少同学是这样的 为什么叫拖延症 不太好读 你读 procrastination procrastinate 看一下这几个词 有多少同学 有这种拖延症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这事本来要确定 今天就要怎么地了 然后没做 明天在明天做 明天说后天 后天的大后天 所以记住拖延症一定强调的是一个什么特点 是不是强调st强调什么 就是不动 哭着喊着就是不动 就是不动地方 看那个词的造词看出来吗 哭着喊着就是不动 ate动词后缀 符合咱们老师讲的 之前咱们讲到的st的字母组合 万词班现在上下来之后 同学们应该具备一种什么能力 我说一下 就你可能还没有记得特别扎实 但没有关系 我说了咱们利用寒假的时候 把这个课至少得再听一遍 如果刚报名的同学 寒假听三月份再听一遍 最好保证三个月内能保证听两遍 听完这个课之后 你至少能看到一个单词 看到它的意思之后 看得大概得揣测怎么去记它 这种能力达到了 这万词班就是真正成功了 就是你看到这个单词之后 哪怕你用一个联想的方式 哪怕你看到这个词的一个词源 你看到它的一个词根 你还是看到这个字母组合 大概能把这个词记住 两三遍 自己有一种独立记词的能力 独立记词的能力 这个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当然我们最直接的 就是把我讲的那些记住 我讲的这些你都能记住 就基本上一般性阅读 就除非专业型的 我都说了 除非纯专业型的 纯医学类的 比如纯什么科研类的这种 那一般性的阅读 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所以这要知道 拖延症就是它 好 daily daily这俩是一对 它就是重复了它 还是什么呢 还是 还是这个磨蹭 还是磨蹭浪费时间 这个通过谁去记 就通过daily去记 就是每天 每天在那里浪费时间 不认真的考虑 然后叫做dily daily 浪费时间虚度光阴 浪费它的时间 每天虚度 叫做daily daily 好 下面这个单词叫做dodo dodo也叫做什么 叫做拖延 或者我们叫做磨蹭 这大家可以通过谐音去记一记 就是dodo 就在那刀的 但是不去行动 dodo 总在那里 dodo这个事 还有的时候也是 家里人应该说 你怎么怎么 你建议就不做 就是填在那里 d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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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下边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tary tary这是一个 gre的词汇了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 这个耽搁逗留 耽搁逗留 他一边强调的是linger这个概念 linger大家以前有学过吧 跟他其实同一词了 这个比较偏文学一点 这个学语言的英文专业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 好了 来 把这几个词跟老师过一遍 这几个词还都是比较难的 前面可能以前都没见过 叨到那里 在那里叨到的是 拖延混日子 拖延 吞日子 游手好闲都行 有的时候你妈会说你叫做 stop dawgling 别在那磨蹭了 we are going to be late stop dawgling 别在那在那磨叽了 我们东北话就是磨叽 明白了吧 磨蹭磨叽 磨蹭 daily dally 还是磨蹭 浪费时间 这个拖延症 要知道 就是delay 当年六级里考了一个词 六级里匹配题里考的 就是跟delay同一词该写的 但是因为他匹配题 这词给汉字了 他直接写了 拖延 然后选项里给你的一个基础词 还是要认识一下 好 看下边这几个词 这几个词都跟什么有关呢 叫做depict narrate delineate portray 和relate 这几个词都跟描述描绘有关 那我说写下来 描述描绘有关 还有一个recount 你也写在这吧 这个recount 我记得好像也是新年年四的第一课 是我的这词 第一个叫做depict 第二个narrate 第三个deleneate 第四个portray 下一个relate和recount 这几个词都含有跟描述叙述相关 但有些词还是有点小区别 有些词有点小区别的 咱们看一下 考研作文的描图 描述漫画 什么第一个词 对不对 我记得就是20年前的作文书里面 考研作文书里面就写的这句话 你们当年还背过吗 我们那时候写作文都背过 叫as is 什么的 四六集以前也考漫画里面都考都背过了 vividly depicted 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作文老师还会不会讲 现在还在背呢 对吧 as is vividly depicted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也背过这句话 就是你看一句横久远 万年是重年 好 把这些词都写下来 就是这句话 所以明白第一个单词 为什么叫做描绘描述 它中间映射的谁 映射的是picture 映射的是picture 高中就背过 为啥高中就背过 明白不 因为高中老师当年也是在新东方学的 所以都是当年跟新东方老师学的 他是来自于picture这个字 用图片标注一下 一般用图片描绘 用它来表示 比如说 这个海报 电影的这个海报 描绘了一个爱情故事 我们看这个海报就很浪漫 是吧 你说the poster depicted a love story the poster depicted a love story 就这意思 叫做描绘 好第二个叫narrate narrate表示的一道叙述 这个一般强调什么用嘴 这是用图片 看到吗 这一般强调就是用嘴 那我们常说那个narrative 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什么 继续文 对不对 就是他 叫做 叙事的继续文 对不对 他这是这名词 这要注意一下 这是名词 继续文 既是叙事 就会用到 这个表达 叫做narrate和narrative narrate 好 看下边 这个单词你要如果觉得不好去记 narrative和narrate不好去记的话 你就通过narrow去记 就是面子 面很窄 只能纯属的叙述 就是讲叙述叙事的这样一个概念 很窄的 这样的一个范围 就只能纯叙述 没有太多的对立观点 叫做narrate和narrative 下一个单词 这个也叫做描述 也是用图片和文字都行 图文的描述 或者叫做勾画书都行 那他这个中间来自于谁 用什么描绘 用线条 看见没 他来自于线这个词 用线条描绘勾画 第一这两个 他都是表示加强 这两个第一 都是表示加强的意思 depict用图片 narrate 很窄的描述叙述范围窄的 下一个单词 叫做delineate delineate 好下一个单词 叫做pultry 这一般强调的是描述和画肖像也行 用图片画肖像 咱们在公园里都见过 10块钱 你在这坐半个小时 画完之后 男的都变肖战 女的都变阳密 这要知道 这叫做pultry 他的名词叫做pultry pultry 通他去记一记 把你的特点画出来 port这个词根 其实我给大家讲过 就是表示带来 carry 港口那个词根 就做个词根来讲 表示带来 带来它的一个特点 把那特点画来得了 这人一眼大一眼小 把这特点画完 叫做画肖像描述 relate和recount 这个是我记得在新四的第一课 就是finding fossil man 寻找画是人那颗有 这都算是熟词pe了 这个是不是叫做关于 relate to 是叫关于 recount是叫重新数 重新选 数一遍选票 重新再数一遍 这是他们最直接的意思 与什么有关 第二个叫recount 叫做重新数 重新清点选票 重新数一遍 但他们作为极物动词的时候 比如说relate a story 或recount a story 都表示讲述 讲述叙述故事 一般都强调 就是这种口口相传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 那个文章里就讲到了 那靠什么去传播 这个种族 这类人群的文明 就是都要靠嘴 口口相传 传下来 就是告诉你 这怎么弄 这怎么弄 那怎么弄 那怎么弄 靠嘴去说 这叫做讲述 叫relate a story recount a saga 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了 这几个词 去编完了 抓住特点 画画 对不对 用线条 找特点 就画肖像 relate和recount 就是熟词PE了 写一个短语 relate a story 重复这个短语 你就记住了 当然它最常用的 肯定还是relate to 与什么有关 那个意思 和什么有关系 那个意思 好 来把刚刚的45分钟 来一遍 看看它 叫做 confine 想一想 限 这不跟那个有限吗 跟限有关 限制的限 有限的 所以这动词就是限制 一起去限它 限制 coop up 监禁 关闭起来 一般都是关在小的房间 coup myself up in my home 把自己关在家里 下一次 cramp阻止 constrained和restrained 都有表示限制约束的意思 限制约束 第二组词 credible 可信 可靠的 能鼓掌的 貌似合理 能保持得住 站得住脚 观点站得住脚的 值得信赖的 trustworthy cunning 叫做running 脚滑 能跑步 遇事就跑 脚滑 crupty 耍手腕 脚滑脚诈 chicanery chicken 鸡贼的 这通过一个联想 它是跟trick是同源的 就是欺骗 不诚实的行为 欺骗 artful 巧妙 像艺术一样的东西 巧妙 一个人巧妙 也就是一个人 脚滑 这些词都是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切割有关了 great 叫做磨碎 可以跟grind 放到一块 咱们说磨咖啡的东西 家里开咖啡店的 什么磨什么 什么玉米粉 这个grind engrave 在坟墓上是刻字 坟墓刻字 雕刻 这种卷刻 下一个单词 means是小 切成小块 表示的意思叫做切碎 切碎 下一个词 雷射激光 割裂割开 pair 千万不要混了 这三个 一双一对 还有谁 还有梨 这别混了 削皮 pruant 修剪 train 他除了表示修剪 树枝 把人都剪掉 就是裁剪 对吧 裁剪 下一个词 chisel 这个读音要想到c ciser chisel c跟ch是一样 还是跟切割有关 就是用刀具的这种雕刻 chisel 好 下面这一组词 叫impair 不能够修理它 叫损害 buckle 扣子 一定是弯的 才能扣起来 不弯扣不起来 叫做压弯压垮 mutilate 是毁坏残缺不全 新三十那课你听一听 就mutilated ladies 残潮鉴别阻 那个文章 mutilate 改变成一个病态的样子 就变坏了 这叫做毁坏 havoc 大破坏 大破坏 叨叨是磨蹭 你别在那叨叨了 是吧 在那磨蹭 赶快行动 别在那随里嘟 不行动 磨蹭拖延 dele 每天 dele dle 记住我的解释 大家现在的状态 放寒假 是不是每天都在拖延 我都说了 寒假 你不用多弄别的 你别弄来弄去 弄好几个 今天上午学习法 下午练散打 你寒假就把万词班都消化了 这假期绝对没摆过 开学三月份 你立刻就能感觉出不一样 寒假好好把万词班都消化了 你三月份开学 立刻就能感觉出不一样 daily dally terry 逗留 耽搁 停留逗留 就是停在这不走 来回转悠 下一个词 叫做procrastination 站那直嚷嚷 叫拖延症 拖延症 好 看下边 这一组词 然后表示困难的词 来第一个 叫做difficult 第二个叫做grueling grueling 下一个是demanding 下一个 herculean 下边 最后一个叫做up you herculean herculean rp 写下来 好 来 看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单词 叫做grueling grueling 叫做类人的繁重的 大家还是抓住这个词的特点 什么特点 是不是还是gru开头的词 看看是不是 还是gru开头的单词 还是来自于它的特点 是一个贬义概念 所以先把词的方向先记住 或者你通过gru去记 gru表什么意思 叫做粥 咱们说那西粥 就是那西粥 你想想天天只喝粥干活 那些出苦力的 咱们现在也是天天只喝粥 这东西就是什么的 干活干不好 叫累人繁重 grueling 这是一个贬义词 你天天总是喝粥去干活 这个就是很累人的繁重的 第二个是demanding demanding这个词来自于什么 来自demand demand表什么 我们说叫做啥 要求吧 总是对你有太多要求 看你家里有没有对你这样 特别要求高的人 如果你爸爸和妈妈是学霸的话 他对你要求肯定特别高 因为他总按照他当年上学的时候 要求你 我当年背一会儿就背了 你怎么这么费劲呢 就是这样的 要求特别多的人 要求高 所以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费力吃力 你会觉得很费力吃力的 费力吃力 下一个单词 这个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希腊神话当中的著名的英雄 就是宙斯和凡间女子 所生的一个儿子 叫做什么呢 叫做Herculeus 叫做我们翻译上汉语 就叫做赫拉克勒斯 他这个英文名字叫做Herculeus 赫拉克勒斯 他是来自大力神 宙斯和凡间女子所生的 一个孩子 是来自于神的名字 所以这个Herculean 这个具体故事我不讲了 大家知道他 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大力神 用他来 现在西方也是形容那种 那种大力神 大力士 你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他 那Herculean一般搭配最多的 就是这个词 大家把这个词图写上就行了 你在看词典的时候 还是在看阅读的时候 一般写的都是这个端语 叫做Herculean task Herculean task 叫做什么呢 就是指什么呀 非常艰难的 艰巨的任务 力大无比才能完成的任务 就是指艰巨的任务 把这个短语写旁边 叫Herculean task Herculean task 最后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词就比较好理解 就往上走吧 是不是上坡啊 上山 难呢 向上的 叫做费力辛苦 上山很艰难 好 把这几个词给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叫做 grueling grueling work 就是繁重的累人的工作 当然还有个简单点的词 这个词能理解吗 laborious 这个能理解吗 大家 他来自于谁 他来自于谁 能看到吗 他是不是来自于劳动啊 劳动费人 这个累人的辛苦的 累人的辛苦 来自labor这词吗 laborious laborious work 一样的 labor labor 第二个单词 叫做demanding 六级里考的是谁 考过六级东西 看他当年他俩考的 他俩该写 叫painstaking 是不是也是很辛苦啊 你看带来痛苦的 painstaking 这是当年六级里考过的原词该写 laborious和painstaking 那在万词班 咱们再补充四个 grueling 喝粥 繁重 干一些这种活儿 要求特别高的 费力 对你要求极高的工作 这个东西做起来就是费力的 辛苦的 费力辛苦的 持力的 Herculean刚才说了 赫拉克勒斯 表示的意思叫做 叫做什么呢 叫做兼具 叫做兼具 Herculean task把这个词组写旁边 最后一个单词叫上山难 上山难 上山辛苦 好 继续往下来看 下边这种词表示的意思叫做 使沮丧 或者我们叫做是阻碍 沮丧和阻碍的词 这几个道好记忆写 写下来 discourage dampen demoralize demoralize dishearten check 先之后打一下e 昨天唐叔还讲这个词 说labor 那还比较好理解 laborious 好 第一个词 很好记 叫做不给你勇气 是叫是沮丧 他和谁是反应词 他和encourage 他俩正好反应词 能反应过来吧 同学们 他俩是正好反应词 他俩正好是反应词 正好是反应词 一个是鼓励你促进 discourage阻碍 他后边注意要接谁 接from 这个词非常爱考 像在托福雅思六级考研里 这个词都考过 因为他本身也不是特别难 但你注意一下 第二个意思 因为考一般都考第二个意思 阻碍简单一点 就是高中词 就是prevent 这个意思一定要翻译出来 阻碍这个prevent 这意思要翻译出来 somebody from doing 第二个意思要damp damp 要使潮湿 或要使沮丧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忆记 就是什么 端盆 你这样想一想 谐音记忆记 端盆给你干嘛 就是 泼冷水 给你端盆 通过谐音记 damp 给你端盆 泼你一盆冷水 这也叫做实体沮丧 就是你要参加奥运会 上来给你泼个冷水 因为你小区 区运会都没能够冲出去 你就别参加奥运会了 端盆 泼冷水 damp demoralize 这个也很好理解 moral叫什么意思 moral是不是叫士气 这个在以前有讲过吗 moral叫精神上的 对不对 道德上的 道德的精神的 moral 我这看以前没有听过 所以有士气的 第一意还是表示的是一个什么 除去 使没有士气 士气低落 一直消沉 demoralize demoralize 跟上了吗 不给你勇气 使沮丧阻碍 促进的反应 促进阻碍 端盆泼冷水 使你失去了士气 它来自于四级的moral 精神的 或者叫做道德的 精神的 道德的 这就是使你没有精神 没有士气了 moral 这个词注意它的读音 moral 士气 士兵的士气 dishearten 这个比较势急 心灰 没有心 心灰意了 心灰意了 check 这是熟词批语 当年大家学过基础词 叫什么意思来的 基础意思 是不是叫检查 我check一下我的邮件 听过吗 我check一下我的邮件 用的就是这个词 但第二个意思 也表示意志志止 检查你的时候 把你停下来 我们在机场和火车站 有这个标识 注意一下 下次去的时候注意一下 这个标识叫什么 叫security check 我们常说的就是安检 安检的时候把你拦下来 你不能直接往里走 是吧 拦下来 看看有没有东西 叫做意志 置之检查 这是一个熟词批语 熟词批语 灰心了 看没有心 心灰意冷 没有斗志了 也是士气低落 端盆使沮丧 这也是使沮丧 好 看这几个词 第一个叫做dwarf over shadow tower over eclipse 四个字写下来 第一个 dwarf 第二个 over shadow 第三个towerover eclipse 第一个叫做使矮小 讲过没 讲这个字母组合了吗 大家还记得吗 dw开头的词跟什么有关 dw开头的词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跟down向下 还是一种往下 所以这个名词 咱们在之前讲的是名词 叫做矮子诸如 是显得矮小 相形见绰 叫做 就是把你给显霉了 说白了 就这样 家里的时候 你看你跟什么表哥 表弟 表姐表妹 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他表起来 那特别优秀 特别优秀 那家里都在夸他 那就是你会觉得 还是有点不太舒服 对不对 你还是会有点觉得 就毕竟是人嘛 都会有点这种感觉 最重要的使你显霉了 使你就特别矮小 本来其实你也挺优秀 但无奈 他颜值高 所以这就显不出 你词乎量大了 叫做Dwarf DW Overshadow 头上来了一个影子 这能理解吧 对吧 脑袋顶上来了一个影子 这叫做 使显得逊色 使黯然失色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说 他这是某某明星的儿子 他的父亲是谁谁谁 对吧 这就想想 总是活在他的影子之下 他总在上面 有个影子照着你 叫使逊色 使黯然失色 Overshadow Overshadow 一定要注意这个词什么意思 Foreshadow 这是啥意思来的 就之前出现了一个阴影 这叫做浴室 这俩不一样 在那个Foreshadow 之前讲过 之前出现了一个阴影 就是我心头上了 今天早上一起来 早上起来又一个阴影 今天早上 上班的时候 挨领导骂 是吧 这叫做之前出现了一个影子 浴室 头顶上有个影子 像你父亲的光环 总造在你的上面 这叫使你黯然失色 Towerover也是高出胜过谁 Tower叫塔 两座塔 现在他这楼盖了300米 那马上他盖了400米 他马上盖了500米 这叫做高出 Tower over something 超过圣国 最后一个词 就是日时月时 我们说Lunar和Solar Eclipse 这可能在看一些 什么天文学的一些 什么文章里边能看到 日时月时就是它 那不也是吗 挡住太阳的感觉 能理解吧 挡住了太阳 把这个挡住了 也叫做是谁黯然失色 叫做Eclipse 叫做Eclipse 你先记住 月时Lunar Eclipse Solar Eclipse 动词是叫做 出现日时月时 把光辉挡住了 是黯然失色 当然在考研当中 一般来说 这两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Dwarf overshadow 这在以前考了 英语翻译考到了 是吧 Eclipse 日时月时 是黯然失色 好 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这几个单词 第一个叫做 Immetriate Haggard Gaunt 中间这两个 记得的请打 中间这两个是核心课 咱们讲过的 中间这两个词 是咱们核心课 时候讲过的 都还记得 考G21的姑姑吗 憔悴 瘦弱 对不对 憔悴很瘦弱的 好 下面 Bony 这个能理解吗 古瘦如柴 大家看 鲁玉老师 看过吧 非常瘦 本人更瘦 没见过本人 大家可能 是吧 在北京 有机会 可能在哪 望京那边 能看到 有机会 在李独饭店 是吧 叫做古瘦如柴 看的明星 都是 你看上镜 他正好 本人特别瘦 我那个时候看过一次莫文卫 我感觉莫文卫的腿 跟我手腕子差不多 这有点夸张点 但基本就是那样 特别瘦 特别瘦 如果你现在像正常 你们看根格正常 那一上镜就完了 那就是大饼加油条 那就是叫做古瘦如柴 考G21的姑姑憔悴 第一个单词叫做 Immetriate Immetriate这个单词 表示意思也叫做 消瘦的 憔悴的 消瘦的 消瘦憔悴的 他这个词 其实跟谁同源 同源 这个Mac 这个部分 实际上是跟那个Macro 就是宏观 那个词大家有学过 宏观 其实他跟他是同源的 意义是向外 意义是表示一种离开除去 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宏观 是这个意思 Macro是表示小 威 他讲的是远离大的 也是形容一个人 不是那么宏大的感觉 意义是向外 叫做憔悴 消瘦 Immetriate Immetriate 这也是 稍微来一点 这托福里面 搞过的一个词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Cadaverus Cadaverus 它是来自于前半截 Cadaver Cadaver表示的意思 叫做尸体 或死尸 A dead human body 叫做死尸 Cadaver 叫尸体 那所以就是像死尸一样 大家在电影当中也看过 那些什么死尸 就是面色灰白 像死人似的 Cadaver 这个为什么叫死尸 解释一下也可以 这个CAD 其实还是来自于谁的变形 CID的变体 还是跟切割有关 Cut 杀死 大家还记得吗 Suicide 有印象吗 想想看他的一个造词 CAD 实际上是来自于CID的变形 是跟切割有关 衍生为杀死 自杀 那个杀就是他 被杀死的人 Cadaver Cadaverus 骨兽如柴 骨兽如柴 Immetriate 远离宏观 也是变得怎么样 叫做瘦弱 就不是很大的 不是宏大的感觉 远离了宏大的 叫做憔悴瘦弱 好 看下边 这两个三个单词 写下来 这三个词 我觉得也非常好 提到什么犯罪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 虽然不是天天说 因为大家可能也没有犯罪的机会 都是庶民 是吧 第一个叫embezzlement 第二个appropriation appropriation 前面都讲过核心词 咱们在这里面把它再总结一下 这三个词在核心的位置 好像都讲过 写完之后打一下 embezzlement appropriation graft 第二个单词是来自于谁 是来自于财产 这个词 property 加强 看 去动用这笔资金 就去挪用公款 它的动词就是appropriate 因为 看一看 它的 形容词 大家以前肯定学过 形容词叫什么意思来的 形容词 是不是叫适当适度的 适当的适度的 适当适度 这里面作为动词来讲 它表示的一条 加强去用这笔钱 appropriate appropriation 挪用 侵吞 embezzlement 也是这个意思 挪用公款 贪污 这样犯都行 embezzlement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最后一个词叫graft graft当年我在讲课的时候 还讲过一个什么意思来的 它是不是还表示嫁接 来自于grow 有印象吗 叫做嫁接植物 叫做graft 叫做graft 来自于grow 嫁接还有什么 移植 都行 transplant 但它一般表示植皮比较多 跟种植有关 嫁接 移植 第三个也表示贪污渎职的意思 这个贪污渎职就他们撒 跑不出去 你放心吧 再简单一点的 就是腐败那个craft 当然这就是大学四级的词了 最难的就是他们撒 没了 embezzlement appropriation 和graft 好 看下边 还做两组 第一个inleast 这几个词都跟什么有关的 都表示的是争目 争招入伍 看一下他们 第一个叫enleast 第二个conscript 第三个enrow 第四个 draft 最后一个 draft 这下面这就是英式的 上面这是美式的 一样的 这俩是一个词 读音都一样 draft 干旱别混了 脑子里马上讲一讲 干旱怎么写的 干旱是jolt 这你可以写旁边 我马上脑子里想到 干旱怎么 干旱跟他确实有点像 但不是一个词 第一个 写进名单 很好记吧 least的是不是叫名单 把所有人写进名单了 这个叫做争目 为什么叫赢得支持 你看前两天 台湾地区的选举 对吧 老百姓都支持谁 对吧 这叫做都投他的名单 写进他的名单 都站在小鹰的队伍里面了 60%的人将近 都站在了小鹰的队伍里 这叫赢得支持 看script 这也是 script这个词 跟之前给大家讲过吧 它也表什么意思 叫to write 是跟写有关 也是把大家都写到一起 像在韩国呀 对不对 台湾啊 这样的地方 都得干嘛 男生到了18岁 还是到了22岁 都得去干嘛 伏兵役 你不伏兵役以后 啥社会福利全没有 保险啥都没有 各种事都办不了 就要把大家名单写到一起 也叫征招 征目 入伍的意思 conscription enleast conscript enroll 这个可以表示大学的这种 征招 就是咱们说招生 明白了吧 enrollment 就是我们说招生人数 入学人数 招生人数 入学人数 enrollment 叫做入学招生人数 roll呢 叫做滚嘛 他第二个也表示花名册 就把大家写到名册里的人 登记 征招 大学的征招 一般可以用它多一些 enrollment 就是入学人数 最后两个词 draft 这个词 它其实就来自谁 是不是来自这个词 有个端语叫做起草 怎么说 draw up 它跟draw同源 draft 注意 它跟draw同源 draw up draft和draft 好 那这五个过一遍 写进名单 写到一起来 把所有的人都写到一起来 这都是征募征招 enroll 就是入学人数 招生 用它可以 draft 来自于draw up 这个动词端语 起草 前半部分映射的是draw 这个词 起草 征募 征兵 起草 征兵 好 最后一组 叫做逃跑 跟离开 逃离有关的词汇 escape 就比较简单了 好 看第二个单词叫做elope gallop exodus abiscount abiscount的讲过 好 动手写 你写的时候我也在写 看一下 lof这个词根 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跑的意思 这个词根表示跑 lop 这个词根是跟跑有关 是跟跑有关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往哪跑 意义作为前缀 很简单往外 叫往外跑 想想带着你的仇家的女儿 跑出去了 叫做私奔 逃走 elope with elope with somebody 跟某人逃跑 私奔了 私奔 往外跑 这个lof这个词 你如果这个词你觉得不好记得 我给你解释 它其实来自谁的一个衍生 来自于腿的一个衍生 它的一个衍生 就是原因变化 然后p和g 这是一个星星字母 发生了一个错写 就是落跑市长 是吧 之前说韩国语 我看绿营给蓝营扣帽子 就是落跑 跑了 对不对 往外跑 叫私奔 那gallop表示的意义叫什么 叫做马的飞奔即持 所以它的主一般都形容马居多 马的奔跑 叫做gallop 叫做gallop 叫飞奔即持 飞奔即持 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一个行进词联想去记 就是加伦这个词 gallop 加了一加轮油就开始飞奔 加了一加轮的油 就是开始飞奔 gallop 好 Exodus 这个就指圣经旧约当中是说谁 出埃及记 对 摩西带领他的信徒逃离 埃及 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出埃及记 讲的是这个事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 它中间部分实际上来自于C的词根 看我画这个部分 这个词根我以前讲过 表示什么意思叫做to go 是跟走有关 是跟走有一些关系 也是跟走有关 意义表示往外走 他强调的是大批的离开 带领他所有的信徒逃离埃及的 这种奴役和迫害 对不对 然后走掉了 这叫做Exodus 我们大批向外走 当年像三峡动工的时候 大批所有人都得离开这个位置 要不然这个地方没法生活了 是吧 大批人向外 我们向外走 要觉得不好记 抓住开头和结尾 Exodus 我们向外走 叫大批人的撤离 大批的离开 这个词在新闻当中还是能见到的 不偏 最后一个upscount 叫潜逃 也是就with 也是upscount with somebody 也这样 这之前讲过了 ABS是表示离开 away count这个词跟谁还能想起来 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隐藏 hide 这个词根是跟藏有关 就离开并且藏起来 抓住ab的这个概念 一种离开 潜逃 一定是离开了这个地方 离开是非之地 逃走了 我们向外 大批离开 gallop 加了一加轮游 脑子里想想 gallon gallon gallop 一加轮飞奔 加了加轮飞奔 重复这句话 然后你看这个词的时候 就有可能想起gallon 但是你看阅读的时候 你看这个词是想不起飞奔的 听懂了吗 同学们 你看这个gallon 放在一块 你看到他有可能脑子里能想起他 但你不可能一下想起飞奔 但你想起gallon 就能想起我讲的了 加了一加轮飞奔即时 往外跑 elop 落跑叫做私奔 这几个都是跟离开有关 再来看一下前面一组 写到名单里 证目 写到一起还是征召证目 enroll 叫做登记 对不对 登记或者是招生都行 draft draft 也叫做起草 embezzlement 贪污挪用公款 appropriation 侵吞施战 graft 还是叫做贪污 这几个都有共同的意思 都还要表示贪污独职 这个意思在里面 emachiate emachiate 表示 mech 想要宏观 这个概念 就是跟大有关 意义表示 向外 远离了大的一面 这还是表示一种很瘦的感觉 叫做面容枯稿的 憔悴的 hagar的gant bony是古兽如柴 最后一个cadavers 他来自于cadavers叫死尸 像死尸一样 那也是枯稿的面色灰白的 cad是来自于cid杀死这个词根 这叫死尸 先记他前面 好了 今天我们也是老规矩就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能够在中午前看一遍 中午前 午饭前要开始休息一下 午饭前整理一下 一定要做午饭前整理一下 然后呢 群里 微信群里的测试呢 还是在18点 22点 积极打卡 请同学们积极打卡 学一课少一课 最后五次课了 咱们就要结束了 所以大家要加油 好不好 加油 好了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拜拜 在职人是适合学吗 适合呀 提高你的词汇量 以后你不管是读书 还是看报 还是上英文网站 这些词都会帮到你的 加油